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 做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01年 杨开慧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板仓 他的父亲杨昌记思想先进 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 远舍重阳去留学 杨开慧在母亲的抚养下度过了头年 父亲嘱咐杨开慧的母亲 一定要送杨开慧上学 在当时板仓女孩子还没有上学读书的先例 杨开慧开了风气之先 成为第一批女学生 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 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 杨开慧回家 动员不识字的妈妈也进学校读书 于是和妈妈一起转到离家二十多里的横翠女校 母女同校读书 一时被传为佳话 1913年父亲杨昌记从国外归来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 父亲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 吸引着向上有为的学生 当毛泽东等学生来家里 向父亲请教时 杨开慧总是搬一个小板凳坐在旁边 听他们谈论智学 做人之道 研讨朝代兴衰 探寻旧国旧民真理 毛泽东和杨开慧日渐熟悉 1920年杨开慧进入长沙福乡女子中学读书 他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 加入毛泽东创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 担任干事 负责宣传工作 经常奔走于各校之间 组织和发动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 号召青年女性为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而斗争 1920年冬 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之一 在这时 他与毛泽东结为革命伴侣 1921年 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之后 他就协助毛泽东收集资料 抄写文稿 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 使他有更多的经历从事日益繁重的革命工作 1923年至1927年 杨开慧随毛泽东 在长沙 上海 韶山 广州 武汉等地 开展工农运动和妇女运动 1927年 大革命失败后 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 杨开慧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板餐 开展地下斗争 发展党的组织 坚持斗争整整三年 1930年10月24日 杨开慧被军阀密探发现后被捕入狱 敌人对他言行好打 百般利诱 妄图强迫他交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 和毛泽东的下落 他大意凛然 始终坚强不屈 1930年11月14日 杨开慧在长沙流阳门外 十字里应有就义 年纪29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